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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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密緊急群 實在有夠讚 歡迎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美食 家特別來賓城 小學小學姐 小學姐 小學聚會的時候 吃一道媽媽煮的八寶醬 實在有夠讚 還有少吃到我全身的余皓然 對啊 老公給我吃的花醬甜雞 實在有夠讚 對 好 好 還有今天一個很愛吃的晚餐 吃飯的時候能夠配一碗 爸爸煮的牛肉湯 實在是有夠讚 好 美食進口湯看到了 謝謝 1 2 3 4 好快 有一位冠軍來了 是的 上次大獲全場 上次大獲全場 不是 我今天一定要跟他們說 我最近在減肥 今天不要讓我吃那麼多 真的 小學姐平常會下廚嗎 會 但是我們煮的都是比較家常菜 小學姐剛剛說到 是八寶醬是不是 對啊 因為其實這一道 是不是就是我小時候 我們家只要 比如說人多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道菜 八寶是裡面有八樣東西嗎 其實就是主要像是豆干 然後家裡有雞肉就放雞肉 有豬肉就放豬肉 然後就是再加毛豆還有竹筍 有別的東西 他就等於一樣菜就可以配飯了 對 然後裡面的營養又夠 然後就是放那個 豆瓣醬下去就好 到底擠飽自己感覺 對 真的 浩然講的那個是甜雞 泡椒甜 這一定有典故的 我跟你講 超好吃 酸酸辣辣的 而且 沒有 他老公也帶我去吃過 真的嗎 對啊 真的你們兩個單獨嗎 他老公帶妳 各位 你幹嘛 你幹嘛 到底是先帶浩然姐去吃 再帶童筒去 還是先帶童筒 再帶浩然姐 還是連都帶去 還是有前後的順序呢 你吃幾年了 外面有記者 你吃幾年了 你自己講 從事後來 兩年 三年吧 好 那先帶她吃 沒有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對 因為這一道菜 我不敢吃甜雞 然後我老公帶 我第一次去廈門的時候 我老公跟我說 他騙我們說是雞肉 對 而且他還跟我說 廈門的雞就是這麼小 還跑到廈門去 對 就是這樣說的耶 真的嗎 這樣騙了多少女人 結果其實 當下很生氣 可是一吃就愛上了 對 而且他是用一個大臉盆種的 很不吸眼 當下很生氣有沒有 對 你怎麼會這樣子 帶我去吃這個 怎麼那麼好吃啊 結果一吃才煮不完 真的 好吃 好菜好用 黃燦哥呢 對啊 像我這個就很簡單 也是家常菜 對 牛肉湯 可是是爸爸的愛心 而且這個愛心 可以延續好幾個月 一鍋牛肉湯吃一個禮拜 吃完再煮一鍋 再吃一個禮拜 真的假的 而且可以一直加料 你可以加一些高麗菜什麼 然後就是配饅頭配麵 超好吃的對不對 今天一開始 第一個單元美食咕咕樂 是的 今天又非常好吃料理 到底是什麼樣子 馬上進入我們的美食咕咕樂 今天這套 充滿貴族風味的義式 跪絕皇室套餐 主菜是以上等的義大利跪絕 馬爾貝紅酒精燉而成的鮮嫩牛膝 搭配挪威煙燻鮭魚為前菜 以及義大利的老醋冰飲 如此高貴的美食你才要多少錢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義式跪絕 皇室套餐 我們請我們的美食小甜食上菜 還有我們的跪絕 馬爾貝燉毒牛戲 還有我們的蘆筍燻鮭魚卷 義大利的有機葡萄燒醋冰飲 這套毒牛戲是採用出生六 四到六個月的小牛 此間段的小牛肉質 非常地欣賞還有牛奶的味道 營養價值非常地高 而且我們用採用最高級的 羅威鮭魚 垂放魚橡木桶 用成亮的葡萄醋 可幫助消化義式跪絕皇室套餐 這樣子的一整個套餐 你們覺得要花多少錢 才可以吃得到呢 三組請顧家 好 8888 888 888 快了一個數字888 難道我們要在88節的時候 才吃得到嗎 888 麻煩你再第一點 再第一點 800塊 不要 請你再第一點點 八點點 真的是物超所值 太好了 你太好了 800 760 760塊錢 請你再第一點 還有 第一點 這個醋冰影厲害了 可以解油解膩 對 688 688好 好 還要再低 還要再低 580 已經非常地進氣了 這個價格非常合理 如果688沒有猜中588 當然是非常地合適 但是沒差猜得580塊錢 恭喜我們孝萱姐 再高一點點 好 再高一點點 好 幾乎了 幾乎了 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 只有一點點 588 他講588 588 真的嗎 588 588 那你們什麼樣的素質呢 今天請問觀眾朋友 你知道588我 588 588 恭喜答帥 謝謝 恭喜我們的浩蘭姐姐 我們男朋友可以享用最大美食 好 你們兩個多謝 來 謝謝 如果我跟你們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前菜 先享用 588 直接 天啊 怎麼樣 好香 它的鮭魚是煙燻的 對 煙燻的 煙燻的 這是挪威鮭魚喔 是我們的主食 直接啃了啦 真的還假的 對 你不是在減肥嗎 後來減 我 沒有 下面的是我們的 郁金香馬鈴薯泥 還有郁金香馬鈴薯泥 這可是用我們最高級 最高級的紅酒配的喔 毒牛膝是 才4到6個月的這個小牛 他們還在吃牛奶 所以你們在吃它的時候 可以吃到肉質裡面帶有牛奶味 還有奶味 而且它更厲害了 我們在燉煮的時候 它的膠質就是膠原蛋白 是一般我們承牛的2到3倍 對 而且可以配一點 郁金香的馬鈴薯泥 很嫩 很容易入口 還有我最推薦的 義大利 葡萄老醋冰飲 調解你的酸鹼質 對啊 超好喝的 我很推薦 超好喝 我超愛喝他們的 我好想喝氣 這樣子的樣道餐 恭喜浩蘭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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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們 謝謝 吃完了這個孤孤樂美食 我們還有我們的 有過戰美食秀 今天在有過戰美食秀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廚師 他擅長的是 在日本一屆有魔術書之稱 在美國牛奶糧的比賽 台灣組決賽廚師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歡迎今天的博法廚師 許文明師傅 歡迎 好男輕 大家好 許文明 廚藝自立九年 有料理界的魔法師之稱 擅長育發料理 地中海料理 還有有機料理 魔法廚師有魔法 把自己都變年輕了 對 越試越年輕 越煮越開心 今天的這個許師傅 想請問一下 今天帶來什麼樣好吃的料理 我們今天帶來的是 香菌雞 佐火燒甜椒醬 今天的主食材油 限定常味期限的黃金雞 脆嫩的蘑菇 珍貴香氣十足的牛肝菌 特調奶油 副食材則是紅甜椒 香菜梗 味醂 檸檬汁 美乃滋 還是雞肉更香甜的秘密武器 今天的話 我們要 火燒紅甜椒 你用燒它 我知道 我們根據我們做菜的經驗對不對 對 我們主持 這個實在有夠在一段時間 要燒甜椒對不對 要為什麼 不知道 去皮 是嗎 它是直接這樣燒 太酷了 你真的好像在變魔術 不是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去皮焦黑 焦黑 小火對不對 這是用小火 它下火開始焦 對 沒錯 我們就是要採用它的焦 對 它反而會增加一種香氣 而且可以達到一種效果 有一種特別的效果 小愛來問我們的來賓 請問 把紅甜椒放在火上烤 是為了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呢 1 使紅椒快熟 2 去除多餘的水分 3 去除野椒味 3 餐主請搶答 來 小鮮姐 小鮮姐 沒想到臉冰淨了 厲害 應該是去除野椒味 把紅甜椒放在火爐上燒烤 真的可以去除野 3 3組請搶答 來 小鮮姐 沒想到臉冰淨了 厲害 應該是去除野椒味吧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有常 有在做料理的 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像這種椒 為什麼小朋友不愛吃 因為它就有一個很生的味道 對 然後就因為那個生味 其實如果你適當的料理 那個生味不見的話 其實它就會有甜味出來 好 好 我們來問一下 許師傅 恭喜 答對了 好厲害 厲害 真的是有場理的 對不對 恭喜我們小鮮姐 對方一個贊助 歡迎 不是只有在 烤個烤黑的在8分 現在是幹嘛 我們先把它悶備用 我們運用它的熱氣 達到整個循環裡 讓它自然可以脫皮 對 熱對流的原理 我們要做什麼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炒我們的蘑菇 我們要先用我們的奶油 只需要一點點溫度 不要太高 我知道 之前師傅就有教過奶油 很怕焦 然後再加一點蒜香 蒜香 好選的蒜 對 接下來的話 我們放牛肝 400公分要2000塊 好不好 對 搞得起來 它的香味是比別的菇類 高三倍 好香 這是我們的蘑菇 好 然後接著像我們的白醬 白醬 白醬 其實現在味道聞起來 有點像那個 然後我們可以讓它 附著 對 三勺 三勺而已 它會黏在那個蒙屋上面 對不對 會附著 對 整個等一下可以塞進 雞肉裡面的時候 它可以有附著力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使用的話是刺腿的部分 讓肉吃起來不會那麼地乾 對 對 所以它其實有多重的用途 對 那接下來就下一點 鹽巴 備用 起鍋備用 好香喔 現在整個很像吃義大利麵的味道 對 這個攝影棚就是這個味道 那接著的話 我們是要把這些東西 塞進我們的 去骨黃金雞 今天的話是採用的是 半隻雞 然後它這個部位是刺腿的部分 我以為它是腿 對 它是刺胸腿的部分 是誰 所以是胸 這是雞胸肉嗎 這算是 對 算雞胸的部分 算雞胸肉 像小的腿那個地方 棒棒 對 小的 棒棒腿的部分 差不多這個地方 最快 你先把你自己來比喻 好香喔 對不起 感覺變不好吃 它破壞了你的美味 對啊 對不對 好 剛才我們也說到黃金雞 雞類很多 為什麼要叫黃金雞 黃金雞是指 雞肉在黃金賞味其中 交互到消費者手中的一種雞肉 平支控管 多久的時間 要交到消費者的手上 這個是個非常好的嘗試 趕快問問問看 我們的來賓知不知道 對 請問 所謂的黃金雞的黃金賞味其 是指雞之宰殺多久之後 交到消費者的手中 1 24小時之內 6 2 24到48個小時之內 3 48到72個小時之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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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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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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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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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雞皮跟肉 第一層的 這怎麼都分得開嗎 可以可以 它只需要隨便挖一個小洞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裹膜 所以這口感真的非常有層次的 對 好豐富 好特別喔 哇 變漢堡了耶 它鼓起來了有沒有 大家可以很清楚 對啊 我們看鐵盤是什麼啦 對 我們現在先預熱它 然後接著我們要裹我們的麵粉 要用煎的啊 對 我們要煎烤的 那那什麼粉 麵粉 麵粉 對 低筋麵粉就可以了 那接著的話我們就放上去 就讓它煎烤 然後讓它烤 對 說到下廚 我每一個一定都有經驗 我想聽聽看我們的 泡椒田姬小姐 泡椒田姬 泡然姬有沒有下廚的經驗啊 我看到師傅在做菜 我就想到我那時候剛結婚 想說當個嫌棄良母嘛 對 對 然後我老公又愛吃水餃 我有一天就很開心地到市場 去買了 韭菜 然後絞肉 自己包 包個韭菜水餃 自己包啊 對 然後買回家 在切韭菜的時候就發現 為什麼外面吃的韭菜都扁扁的 但我的韭菜是一根一根的 對 然後還有頭 我就打給我媽 我媽說我買到 但我想說買到韭菜花就算了 還是切 然後絞肉 我就想到說老人家是不是說肉 在煮之前要先洗 我就把絞肉拿到盆子 裝了水下去 下去洗絞肉 整個都散掉了 然後洗完絞肉就撈不起來了 然後還好你沒有拿去炸 因為我在做肉餅有沒有 就是也是用絞肉 我都被一直在知道 絞肉不能洗耶 我沒有老公 但我也知道 我們說時十那十塊 師傅已經接起來了 而且感到師傅 你看那個肉旁邊要白白的 那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麵粉 到底為什麼要沾麵粉呢 趕快來考考我們今天的來賓 好 來了 在煎肌肉前 沾上一層薄麵粉的目的是什麼呢 一 使肌肉更軟嫩 二 防止過熟過老 三 保持肌肉的完整 三組請搶答 你覺得應該是 餓吧 是不是 因為你看炸雞排 雞排外面也會裹麵粉 對 就是讓它裡面的肉的 那個嫩度還在 換來問一下我們師傅 王燦大哥跟浩然姐答對了嗎 答錯了 對啊 第二次機會 有機會了 請搶答 現在不是一就是三了 應該是三 因為如果它是為了防火老 然後它應該要兩面都沾 可是它為什麼只沾那一面 其實就是因為它剛剛那個皮 它不要讓它就是 是嗎 應該是肌肉跟軟嫩 對 第一 我個人覺得 孝萱姐的觀察非常地細緩 對 趕快來問一下我們師傅 孝萱姐答對了嗎 答對了 恭喜 我們的贊子 所以 好 兩個贊了 那接著的話 我們現在熟成度差不多 我們要加我們的祕密武器了 可以使我們的肌肉更香甜 祕密武器是什麼呢 讓肌肉吃起來更香甜的祕密武器 現在熟成度差不多 我們要加我們的祕密武器了 可以使我們的肌肉更香甜 祕密武器是什麼呢 白酒 把它淋在上面 對 我知道這個叫做嗆酒對不對 對 好厲害 變魔術 笑了 火龍了 你火龍了 師傅 剛剛有燒到你的手 你不會痛嗎 不會 那接著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它送進烤箱 對 你剛才問師傅這個問題有沒有 他就算也燒到 他為了面子也說沒有 我們趕快看師傅 師傅沒有手毛 我們的這個烤雞 放在烤箱裡在烤的時候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們紅椒朋友 他一直被關在那裡 對啊 我們都忘了他耶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嗎 他被火烤 他又被悶 他因為心情很悶 對啊 他又被刺了吧 你放生了嗎 師傅 你再不放他出來 他會生氣的 接著我們要把它去皮了 撐下去 尷尬 對啊 對 我們先剝皮 好 好簡單喔 有這麼好剝啊 對 好簡單喔 我試一下 阿龐試一下 這讓我想到你上次曬傷有沒有 好快喔 我們把它剝乾淨 剝乾淨 好 在阿龐幫我們那個青椒 紅椒剝皮的時候 其實煮菜真的很多小屁股 是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有一些趣事 真的 燦哥不知道有沒有下過廚 以我對你了解應該 我說我第一次下廚的時候 那時候是 我在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突發奇想 因為那時候爸爸是軍人 四處戒吊 然後媽媽公務房買 結果有一天早上了 我媽媽忘了準備便當 那哥哥 我就跟哥哥去上課了 那我們通常一年級 幾乎每天都是上半天 我想到哥哥怎麼辦 沒飯吃 我就趕快跑回家 我就把那個生米丟到鍋子裡面 然後拿那個鏟子 就開始開火 就開始炒炒炒炒 結果我炒好久 怎麼這個米子怎麼不會熟 才會拿來咬一咬 脆脆還香香的 可以啦 一從叫到學校去 結果或許大家就知道 我哥就惡意震天 他拿生米去炒 炒完還試吃喔 試吃大家覺得是OK的 這樣就好了 喂 師傅 你這樣子就好了嗎 對 我們接著 我們要把它放進果汁機裡面 對 要進果汁機 我們果汁機裡面有一點點水 你好冷啦 你烤它 悶它 最後還要把它打碎 還要打碎 這真的是滿清十大地主的 喂 要加水 再加一點點水 因為我們大家有用過果汁知道 因為它都力壯了 你打不太動 一定要加一點水 它才會嚼起來 嚼起來 對 對 它那個水的量是多少 它就加水的量 就是以能夠嚼起來為原則 好香喔 接著我們就要加進我們的 香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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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乃滋 我們這個 全部下去 對 就直接下去 吃完海菜 一顆的話 我們差不多要再三湯匙就夠了 一顆甜椒三湯匙 好 其實份量滿多的 梅林小姐 米林 梅林的話 我們只要半湯匙就好 因為它味道比較濃厚 不要讓它搶味了 味道是很重的 檸檬汁 師傅 什麼是米林 對啊 梅林的話 它是一種糖 鹽跟醋 還有蔬菜 焦糖所熬製而成的一種醬料 所以我們一般市面上買得到嗎 師傅 外面市面上就已經買得到了 所以我們就是去超市找梅林醬 對 這樣就可以了 這叫梅林醬 如果你找不太到有沒有 盡量去往比較日式的 對 對 百貨公司裡面它都有在賣 接著的話 我們的烤雞也完成了 所以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擺盤了 好 擺盤了 重點來了 這是郁金香 對不對 對 郁金香 馬鈴薯泥 對 然後我們接著的話 我們要從烤箱拿雞腿出來 好 主角要出來了 這位相親戶 我身體幾分 我的天啊 好漂亮 好開心 看了整個食欲都來了 真的 直接把它蓋在馬鈴薯泥上面 來 接著我們把它淋上 把我們的醬汁淋上去 來 完美的結合 好 各位 我們的香菁雞 灼火燒甜椒醬 已經完成了 好 剛剛歡迎收看我們今天優勝 是我們的孝萱姐得到兩個贊 恭喜我們的孝萱姐可以得到美食 是的 放電視節目觀眾朋友 我們馬上上菜囉 這麼香 我相信你們大家 應該都在流口水 可以分嗎 我記得你上次對我沒有很好 你還不錯 你OK 所以你看那裡面 剛剛香進去的 你看那氣色就很壞了 還有飛骨來了 那個劉甘俊有沒有 好多菇類 好吧 那我餵大家吃一口 而且我跟你講 那個劉甘俊 4百多個要2千塊 我知道很貴對不對 我先吃這個 我終於知道它為什麼要那麼貴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也吃很多菇類 它有一種很特別的香氣 而且即使經過這樣烤了之後 它的那個還是很嫩 我不相信 我要試試看才會知道 沒辦法 好 想賣鍋 沒那個機會 我現在吃雞肉的部分 吃雞肉 可以沾了 不要 是不是有很多層次 真的好香 講說法文了吧 真的很好吃 對 我先要剛剛這樣子處理 因為奶油的香味也還在 我不信 我還要吃一口才會成功 就不用賣麵包了 這樣可以吃這樣一口 我覺得 要這樣吃 好好吃 我們恭喜我們的孝瑄姐 辦上一個食神獎盃 花瓢獎盃 駿駿駿 好 在這邊還要給我們的師傅 辛苦的師傅一掌聲 謝謝她 謝謝師傅 她帶來這麼好的料理 但當中有很多小的 PIPO不知道 多少朋友在裡面學到 對 繼續鎖定我們的心面禁曲 一定會有好吃的東西帶給您 好 謝謝所有謝謝來賓了 謝謝 記得鄭醫生 我要切斷到8點收看 我們好看的 新兵禁型群 來賓了 謝謝 謝謝